238 新快報 在朋友圈裡,如何高格調地刷屏 2015年7月27日CBD 公司人A17羅韻承認吧,中槍了吧? 在朋友圈裡,你也曾經做過一些或者很多樣人立馬想把你拉黑的行為吧? 對遠你的某些朋友來說,說不定你已經成為了他們口中的那個奇葩 並且早已倒在了你好友的黑名單裡,沒是懸崖勒馬,又是好看一條 且看看高手們是如何在朋友圈裡高格調地刷屏的,毫無違和感惡 新快報 記者羅韻文圖片Pix by Cam 1 如何高格調地賣東西 朋友圈提升給支付體,賣保險的變身女陪幫手在保險公司工作的 歐先生很喜歡這份能夠吸引安全感和保障的職業 一直頻繁地在朋友圈裡分享他認為或算的保險套餐和行業資訊 沒想到卻被不小朋友拉黑 後來,他改變了自己的傳播方式 要把保險這件事情做得更有趣而專業 他選擇了大家比較有好感的平台支付 專門在上面回答一些關於保險你賠的問題 然後分享到自己的朋友圈 感覺瞬間就高冷起來 他還把每天的新聞從送人聽聞的事件改換成簡單易懂的保險你賠案例 創作出多篇實用性的文章,同時又緊構時事和關注到 比如參加馬拉松處死要怎麼理賠? 假如你的親友隨馬行失蹤,保險能賠償嗎? 高速路閘路斷裂,司機找誰賠償? 飛機五點險究竟是什麼鬼?等多篇長文章 在他自己的朋友圈裡發出來以後 不僅親朋友們愛看 還因此把他推薦給不少有需求的朋友 他的生意做到了,人緣也變好了 經驗之談其實大家不是反感你賣 而是不要賣得那麼硬那麼直接 現在我在大家眼裡就是一個保險你賠方面的專家 緊急時候也是各大幫手 他們需要的不是具體某款保險產品 而是你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歐先生總結道,朋友圈裡個人就是品牌 推銷貨品不如推銷自己 兼職開著一家服飾微店的零零也曾試過刷瓶狂魔 後來發現每天發那麼多產品套和廣告文案都沒有 幾乎買不動,就開始改變自己的勞子 利用自己對服飾搭配方面的特長 環有翻閱的大量街拍圖和時尚雜誌 他開始寫起原創文章 如今,他每天做得最多的並不是賣貨 而是給大家出主意 比如第一次見男朋友家長 對方家庭背景跟自己是不一樣的 應該怎麼打扮比較能贏得好的第一印象 去外企、互聯網公司、公關公司等應平應該怎麼穿 情緒原男友喜歡什麼樣的女生打扮 我每天都在跟人聊天 給他們解決疑惑 然後把這寫歌文寫成特配技巧文章 幫助到更多有同樣疑惑的人 我的店生意也越來越好 他們信任我這個人 自然也會對我的眼光和產品有好感 經驗之談在朋友圈裡想要賣東西 又不討人厭 就不能只專注於賣東西 而要先賣自己這個人 朋友圈裡邊個人就是品牌 以如何高格調地曬大餐 不是只有拍女票才要擺拍和收徒在原鄉車名包 已經過時的現在 展現自己講究的日常生活 衣食住行才是低調原婦的正確方式 吃了大餐要怎樣勢 才能夠又顯格調又不招人討厭呢? 美食攝影師大衛之招說 秘訣在於圖片 普通人拿著智能手機 也是可以拍出大片範的 大衛說 首先是一定要對焦 其次是構圖 顏色鮮艷對比度高的食物擺在一起 也可以製作幾何形狀的餐具 食物數量少的話可以擺成三角形 桌面上好看的花瓶 玻璃杯 都差和餐巾必須乾淨 那些樣格調破工的雜物 比喻車藥士、手機 用過的紙糰和煙屁股等通通拿開 然後視取景角度 正常方府拍一般會顯得高級一些 食物本身的水晶氣能加分 用筷子把食物夾起來再拍也加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 要利用好收套軟件 這樣能夠把便宜的雲吞麵都吸拍出米奇林星級的感覺 經驗之談下再收套軟件 下再收套軟件 下再收套軟件 重要事情說三片 大衛說 不是拍女朋友才要擺拍的 拍大餐也要擺拍 除了食物本身 餐具 桌面上的東西也很重要 三如河高格調地曬花 好有分組深夜法 照片要有場景有故事從事時尚行業的柳小姐 在晉身辣媽之前 已經見慣太多身邊當了媽就墮落成無跡 躁曬花狂人的女朋友 她早就為自己想好了辦法 既能維持高格調 又能滿足初為人母的分享育 首先朋友圈分組是個很好用的東西 我在避孕 懷孕的時候就把好友門劣一片 未婚未獄的根以婚以獄的分開 以後話的事情就主要在以婚以獄的分組裡分享 一些心得 求助什麼的也比較容易得到有效回應 生話以後 她偶爾也會跟所有人分享自己為人母的喜悅 通常會選擇深夜才出來曬花 避免在人最多的時候出現 看得一些多媽的天天發幾片自己話的大頭照 修圖軟件都不用 背景也不收拾一下 小孩呆呆一個坐在一堆雜物裡 不知道有什麼好看的 這不是美化分明是醜飯嗎? 有時候我實在忍不住手 最多發一家三口出去玩的照片 必須是風景和衣服都美美的 人小小的那種 用原件 成名信片那種風格 到絕大臉照和家裡 亂造造狠多集物的背景 經驗之談嚴格控制頻率 患有文字圖片的尺度 一周只允許自己曬花一到兩次 照片必須是各種精心擺拍以後的盲照 有場景有故事 絕不發有外觀瞻的照片 到絕裸照 令雷正能兩朋友圈瘋狂刷偶像最忠誠就娛樂八卦大V 這鞭箱 很多人因為各種的刷屏 比如曬自拍 曬車此品 曬銷售產品而被身邊好有屏蔽 甚至拉黑 那鞭箱 有人卻因為曾經瘋狂曬偶像照而成了娛樂八卦大V 小鳥是一家文化傳播公司的職員 同時也是某台灣男星本地粉絲後援會的會長 他對該男星的癡迷路人皆知 不僅是把工資的大半貢獻級追星事業 也在個人的多個社交網絡上瘋狂刷明星的信息行中 被身邊多人拉黑都不改過 感覺身邊朋友都因為自己的這個愛好而遠離 當我是奇葩的也不少 但是他追星十多年也不是吃素的 跟許多線上線下的各路明星工作室成員 經紀公司成員 電影發行 企宣橫友酒店 安保 娛樂八卦記者等相關人士運得很熟 因為本身也在這個行業內罷 慢慢地 明星的身的 行中和非聞八卦基本上都能打聽到